这期节目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庄园最神秘的五个地方 其中呢有四个地方已经被官方给分进 在第五轮格的庄园中有许多神秘的地方 龙哥觉得最神秘的有五个地方 第一个是等待大厅被分住的门 这个门曾经可以打开 并且还有一只眼睛向外看 这说明了门后面肯定是有空间的 不过随着游戏版本的更新 原本许多彩蛋都被取消了 这个木门背后的空间到底是啥样的 目前无人知晓 第二个神秘的地方是大厅底下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在内侧中部分玩家可能有进去过 地下室有神秘的手术台 上面还有血迹有骷髅头 感觉这里和医生的秘密手术有关 这个地下室现在也处于封闭状态 正式服装并没有公开 第三个神秘的地方是红教堂的密室 从外部我们可以看到被封闭的门 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介绍过 通过封眼的视角可以看到小黑屋中有一个楼梯 这个小黑屋之前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最近龙哥准备约粉丝一起做实验 打算用野人把监管者推进密室 看看能否卡进去 如果卡进去了 可能可以找到密室中更多细节的线索 第四个神秘的地方是永眠阵的寺屋 这是之前红蝶待过的地方 在最早的内侧版中 寺屋的二楼有红蝶的剪影 一楼寺屋中有许多伸出来的手 有很多玩家也都推测过 这可能暗示着许多异计想逃出寺屋 但却出不来 这个屋子里面是什么情况呢 难道有很多被封禁的怨灵吗 我们个个尝试过用祭司的剪盖 无法窜进去 所以打算用野人试试 第五个神秘的地方是胡锦春的逃生门 这个逃生门的镜头 似乎并不是庄园的出口 反而特别像是矿洞的路口 所以很多玩家都推测过新地图 散经矿场和胡锦春有关 在散经矿场的海报中 我们也看到了有木床 所以确实不能排除和胡锦春有关联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闷想 点击关注哦